师傅 这车真有你说的这么差 差 您太客气了 老先生我跟您说实话吧 这车 也就是外壳式宝马 这里面的发动机 底盘传动系统 全是大牌的 最可气的那油箱 是皮卡 我跟你说这什么车啊 这整个就一变形金刚 您还别说啊 传这车的人啊 他真是挺有创意 师傅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辆车就是一只 披着老虎披着猫啊 差不多 你当初吧 我不让你要这车 你非死去白咧的要 这车跑得比驴车都慢 跑的时候一串一串的 这撂卷子 开着跟拖拉机似的 现在明白了吗 这个温蓉怎么想得出来的 卑鄙啊 太卑鄙了 想用这两假车骗我们家小菜 行了 咱们打车回家吧 我说你们这车还消不消了 先放这儿再说 好 好 那个清文华传媒公司是真的 不过董事长不是你爸爸 那个董事长叫张成功 他跟你爸爸过去是育友 开始这公司还不错 后来亏损了 所以拆东墙补西墙 那些闹事的 全是清文华的股东 还有那辆宝马 假的 跟我爸比起来 我发现我是太缺乏想象力了 行了 这事不是你的错 你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你要理解他这一番苦心 上哪儿去 找我报 你怎么想到他下官来找你爸爸 有一次他打电话我听到的 说是下官龙头坊铁路附近 也可能是我听错了 没事吧 文荣 来来来快起来 文荣 快起来 怎么是你啊 没撞着吧 来快走走走走走 慢点 出来以后我就去了深圳 当清洁工给人家宿水 收鸡蛋上的 什么脏活苦我都看过 后来老板看我秦子里 就把一个收鸡蛋的当头交给我款 钱是越争越多 可我是越来越小儿子 我就回来了 跟几个兄弟一到 合着办了一个小的淡秦城 其实啊 我就是想守着儿子 过几天输心日子 哎呀 按说你做这个生意也算是小坑嘛 你干嘛非要去装大坑呢 这累不累啊 我看清洁路想找个有钱的女婿 所以才打肿脸充装 这事办法太多了 我真不敢被人窜掉着买了二手宝马 还租了他们别宿 我理解 你这样做是为了成全文刚和小餐的婚事 所以你才做了这样荒唐的事情 没说不是 爸 你这么做 不断成全不了我和小餐 反而 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感情的事 你怎么能和金钱吃到一块呢 是 我以前不是不明白这道理 我要是早知道是这样 我打死也不会去做 袁组长 我求求你 你就成全了我 你要是能让他跟小餐接聋 将来你们家一辈子吃鸡蛋 我都不要钱 我全包了 温如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让我对你有几分敬感 我理解你对儿子的感情 但是你这种骗婚的方式 我是绝对不能理解的 那宝马车现在正在修理厂修的 等修好了我还给你 老爷 老师 你别走啊 我说说这事 爸 咱不求别人 咱不求别人不行吗 怎么样 小餐订婚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吧 这婚不能订了 得取消 事情到了现在 恐怕你说了是不算了 爸 为什么要取消呀 这文荣骗了咱们 她不是大款 她是捣挡鸡蛋的小老板 不可能 这事是真的 文荣自己都承认了 文文刚也知道了 怎么会是这样的 妈 妈 妈 快快快 妈 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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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笑 一定要去笑 文荣 从盗窃犯变成了诈骗犯 还生间了 想让他儿子娶我们女儿 赖蛤蟆想吃天鹅都痴心妄想 痴心妄想 哎 得去笑 去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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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爸 妈 你们真的不了解你们的女儿吗 我对文刚的感情纯粹是发自内心的 我真正爱的是他这个人 跟他的家庭背景 跟金钱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文刚的爸爸不是大款 虽然他撒了谎 但是他是一个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的人 这有什么不好吗 所以十二号的订宫仪式照常举行 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卖鸡蛋怎么了 卖鸡蛋那也是企业家 对不对 哎 我跟你说 哥们绝对在超市见过这个天下第一蛋 我没买啊 以后 我绝对看着就买 而且是一打一打买 必须支持你亲爹 谢谢大马 必须的 大马呀 我现在才知道 什么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不容易啊 哎 就是那个 盐小灿对你爸什么态度啊 一如既往 你绝对上辈子修的福气 我羡慕死你 来吧 你说大马呀 我闻闻刚 我何得何能 我能遇到像小灿这样的女孩 我一生何求 你别无所求了 你来吧 这能不能修啊 行李啊 哎呀 你好你好 这车能修吗 可以修啊 不是您 您这是文修啊 还是武修啊 这文修是什么意思 武修是什么意思 文修呢 就是一切按照宝宝公司的规定来 该换件换件 该保养保养 这得花多少钱 也不多 也就五六十万吧 想钱呢 这 武修怎么修啊 武修的话就省事了 也省钱 太好了 静啊这个 你花多少钱 按照废铁卖的话 也就两吨多吧 那我们要文武双修呢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们是想按照武修的价格 修出文修的效果来 师父 我建议您呢 亲自给德国宝马公司打一电话 没准它能同意您 以旧换亲呢 我说亲家 你这个车还真是有力量 能拖拖我这大家伙 谁个人亲家 我跟你说 这宝宝我还你了 我得把这车开回去 一会让人把这车给我倒出去 看来你我这亲家暂时做不成了 既然来了到户里坐会 大毛 等一下把这车看后边 把这车拖出去啊 好点 人生如戏啊 而我们就是这戏里的各色人党 这外国武士怎么还穿了一双中国布鞋呢 如果要不穿鞋 那就是盔甲的模型了 就不是艺术品了 懂吗 穿上布鞋那就成了艺术品了呗 就喝喝这副作品 叫大刀阔斧 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叫阔斧 阔斧 那这个就是大刀呗 关云长嘛 什么关云长啊 你还在写小说呢呢 你有点文学常识吗 关云长死的时候是中年 有这么大岁是吧 老头 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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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穿着耐克的黄中 那怎么了 外国武士穿咱的中国布鞋 我们的老黄中 穿他们的耐克要不行吗 你知道哥们这副作品 你想表达什么吗 主要就是想表达中西方文化的对峙 啊 文化冲突 文化交融 碰撞 必须了 好 好创意 哎呀 这黄中还拿着剑呢 这功是真的啊 哎呀 哎 哥们这把功是从巨元号特意定做 你知道吗 人家巨元号原来是专门给宫里做弓箭的 全是真的 货真价实啊 哎呀 啊 怎么样 比我这种 不是大马 你这个作品可是花了血本了 文康 哥们儿已经把这副作品的照片放不客里了 都标好价了 这一块 五千 五千 五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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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兜了呢 你太黑了 大马 暴力啊 这是 什么暴力啊 哥们儿 对艺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 艺术的利润也是用无止境的啊 我知道啊 来吧 你的欲望也是用无止境的啊 哈哈哈